總括上我上次所說的,不是全部總括 因為這些觀念,很多人來說可能是很新的 很新的時候可能 你聽完好像水過鴨背又忘記了 我很想大家很深刻印象 第一,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我們完美就難 因為神的標準是很高的 但是神不是說你要夠完美 總之你在什麼地步做什麼人 你盡力去悔改,信靠耶穌 悔改整個天堂為我們歡喜 我們信靠神,神就歡喜 有信心可以移山 我們愛神,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體見,異當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總之我們聽神的話,我們去侍奉神 天父會尊重我們 我們去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賞賜 所以聖經是說,任何一件事 你為耶穌而做真心,神都歡喜 當然我們追求更加投入 即不只是給一杯涼水就算了 更加投入,為神做更多 神就更加歡喜 通神歡喜,神就會保守你的生命 在末後的日子 哪些人能夠神特別保守呢? 是那些聽祂說,傳陽呼音的人 見證神的恩典,更新人生命 那些人,神會特別去保守 讓祂在災難的時期能夠發揮祂的作用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 就是,土神喜悅是不難的 第二就是,主是充滿感情和個人性的愛 祂是因我們歡欣喜樂 默默而愛我們,請我們喜樂而歡呼 是很有感情的 是很個人性的 祂會說,兒子、女兒,放心吧 你的信救了你,是很個人性的 跟我們真的像個最好的朋友一樣 所以不要覺得,神很遠 神很抽象 神像個法官 我希望大家沒有這些觀念 而是,神是很親切 我聽神的話,我們可以每天歡喜 我也鼓勵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開始這樣做 我上次也有說的 我一起來就說,謝謝耶穌,耶穌在愛我 我經常都會盡量在這樣的狀態 知道我在做神吩咐的事 神一定會歡喜 所以我可以每天都開心 這就是我們得力 就是信靠神 信心是甚麼呢 神說祂歡喜,我就相信祂歡喜 所以我每天都可以歡喜 當我走神的路 不是說我懶惰神會歡喜 當我走神的路,神一定會歡喜 以及從主的愛得力 既然神這麼體重我們 神這麼想我們提升 神在我們身上有奇妙計劃 所以我們走在神的路 有神的愛就會得力 就不是律法驅使 這裏下面有說到平衡恩典和律法 就是和這個一起說 有很多基督徒依然在律法推動之下 即是我要祈禱 我要看聖經 我要聽話,我要悔改 這些都是對的 不過基督徒不應該是這種 好像一種我要做 如果我用一個比喻 好像一個人結婚 就不會說 哎呀,我又要陪我太太 哎呀,我又要跟她聊天 我要聽她說話 如果一個人結婚是這樣 那不如不要結婚 但有些事情是這樣 因為她不懂得享受那個關係 所以變成了經常說 哎呀,我結婚 比以前更多事做 比以前更辛苦 但如果她享受她太太的關心 互相欣賞、互相溝通的時候 是可以更加得力的 我們和神的關係 不是律法推動 我要做甚麼 而是說 稍後有另一點 就是恩典推動 因為這幾個都是相關的主題 所以我們一起去說 恩典推動是甚麼呢 譬如祈禱 耶穌說了 你未求已先,神已經知道了 所以神知道了我的需要 當我親近,祂一定親近我 祂一定住在我裏面 祂有必定結果子 大家發覺 神吩咐我們做的事 祂時時都帶著應許 當我們愛神 所以我們鼓勵人愛神 你就告訴祂 你愛神,神就為你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是超乎你想像的 你未求神已經知道了 祂已經計劃好給你很多恩典 這樣就激勵人去愛神 你親近神祈禱 祂在耶穌裏面 祂一定在你裏面 你就會當結果子 你去服事人 你做一個小子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耶穌就一定紀念,一定賞致 不單是將來賞致 今天賞致 並且會提升你的生命和侍奉 就是說每一件事 我們鼓勵人去做 都是用恩典去推動 但是用不利用律法呢? 利用的話 律法是一個提醒 譬如說 聖經說到 你不愛主 若有人不愛主 者人可做可就 在《光臨多前書》十六章裡說到的 這是一個警告 但是我們不應該說 如果我不愛神 神就咒了我 所以我一定要愛 這就是律法驅使 這就很慘 就是說 如果我不跟太太聊天 她就扭了我的耳朵 做電影那些 她就讓我發脾氣 這是一個律法驅使 而是我一愛她,她很歡喜 這才是正面的推動力 你發覺耶穌所說的說話 以及天父所說的說話 都是很多這些恩典的推動 所以我鼓勵大家 從現在開始 你鼓勵人的時候 時時都告訴他們 神如何欣賞你做任何為神而做的事 只要你向著祂的方向 祂一定會歡喜 祂一定會紀念 一定會賞賜 一定會加力給你 在你生命中有奇妙的計劃 譬如奇妙計劃 神已經有過奇妙計劃 神的奇妙計劃 一定會超越所有人的計劃 人的計劃會失敗 但是神的計劃一定會成就 並且是最好的 所以 聽完神話 入神的計劃是最好的 我希望大家 每一件事我們做的 都是說 我越聽神的話 越得福 譬如看聖經 聖經是充滿神的應許 當我們聽話時 有多少恩典福氣 這樣來鼓勵人 祈禱 讀聖經 而不是說 你記得要讀聖經 記得每天都要讀 這樣 你只是一個提醒 我們有提醒 我們不是說不用提醒 律法是有提醒 去讀聖經 不過 不只是用律法來推動 主要的推動 應該是恩典推動 律法是提醒和警告 有警告的 譬如說 信若情慾殺種 必從情慾收敗壞 這就是說到 信若情慾犯罪時的後果 這是一個警告 但是我們鼓勵人 聖結就告訴他 當你聖結的時候 神就住在 即是喜悅你 神就跟你在一起 祂一定加力給你 聖結的人是神所喜悅的 神是會提升祂的生命的 聽命勝於憲制 順從勝於公陽的自由 當你聽命的時候 你就勝過你憲制 勝過你做很多的事 當你聽話的時候 這裡說出 聖結聽神的話的重要性 我希望大家都開始學習 在這方面 即是說 凡是鼓勵人做甚麼 都用恩典推動為主 但都有律法的提醒 每一樣東西都有律法的提醒 你不祈禱和神隔絕 不償在祂裡面 就好像枝枝丟在外面 枯乾人拾起來 燃燭火裡燒燎 這是一個提醒 同一個警告 但是你天天不是說 如果我不祈禱 我就會丟下火湖 這是一個警告 不是叫我們天天都在這種狀況 首先 耶穌用的恩典推動我們 亦同時有警告 譬如我們每一個 我們要提醒自己 如果我們跌入情慾的網 任意與人以性交往 貪淺 不忠實 與人容易發脾氣、吵架 就一定有破壞性 我們每個都應該有這個提醒 但我們不是每天都說 哎呀 我一做這些罪 犯罪就會有嚴重的後果 這是真的 不過動力不是這樣的 聖經也有說 耶穌在瑜伽五章十四節 那裡說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 是有說到犯罪 會有嚴重的後果 就算你得到謝罪 一樣有嚴重的後果 但是我們應該是說 我聖結 神就起月了 神就會聽名聖於憲制 神就起月我所做的事 這方面大家沒有什麼問題想問 因為這個點是我一個非常重要的教導 而是從聖經拿出來的 大家留意 你們看 聖經很多處的地方 都時時帶著應許的 即是吩咐我們做的事時 都帶著應許的 我希望大家都去思考 叫我們能夠消化這些 對不起 先回頭 這個沒有用的了 即是不用用的了 發揚神屬聖經法和講道法 這是神給我的一個教導 我希望大家都用 就是在每一個經文的背後 都有神的本性 即是神叫我們起落 祂自己是起落的神 祂有次能力 次起落給我們 祂能夠給起落我們 祂給資源我們能夠起落 即祂這個本性 所以當我們說到 你們要起落的時候 我們都說了神的本性 祂是一個起落的神 一個罪人婦就很歡喜 對 祂接立人的時候 祂是歡喜的 祂是叫我們開心快活的 是在主裡面起落的 所以神是一個起落的神 你都激勵人 即是在任何經文 有時經文沒有直接說的 但我們可以發掘這件事 就是每一件事 神吩咐我們做或是神自己做的 都有祂的本性在裡面 譬如祂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體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這有什麼屬性呢? 首先就是神很欣賞誰愛祂 祂很欣賞 祂會留意 祂會紀念 還有祂有很強烈的想像力 超乎我們想像到的 祂為我們預備 人心未曾想到的 還有祂有這個能力 能夠成就一些我們想都沒有想到的東西 這些就是在裡面發掘的屬性 還有祂真的很紀念 必定賞賜那些凡是愛祂的人 希望大家熟悉這個 試一下查經的時候 都可以發掘 在經文裡面有什麼神的屬性 你一樣查經文其他意思 但在裡面去想一下 神有什麼本性才能做到的事 神的本性是怎樣 祂才能夠關心人、接納人 祂為何會跟那個人說女兒呢? 因為祂真是有這種父親的心 這就是祂的本性 祂是很接納人的 所以希望大家看什麼經文 都找出神的本性 好了 第六節說了 第七節 神為何用恩典激勵人、遵從事復 這我先用經文說了 人說的恩典的話和律法的話 神有神的恩典的話和律法的話 神的恩典的話就是 神愛世人、神關心我們、神提升我們生命 神在我們生命做功 這就是神恩典的話 這也可以應用在人的生命 我們跟別人交往 這會幫助我們跟別人交往 我們應該多說一些恩典的話 例如你真是好 我很歡喜能夠認識你 你對我很多幫助 真的對我的生命很好 我知道你是一個寶貴的人 這就是恩典的話 令人聽到是舒服的 但是人都要說律法的說話 神說的律法的話就是叫我們愛神、愛人 祈禱、遵從神、事奉、聖結 這些都是神的律法 我們人都有律法 我們譬如要倒垃圾、清潔、做不同的事 我們吩咐人去祈禱、讀聖經 這些都要做 但是可以是用一個柔和的方式 柔和的方式 譬如不柔和的方式是怎樣 那你快點倒垃圾 即是帶著一些懵疾 後果是那個人不喜歡倒垃圾 但是如果我們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 多謝你幫我 那人會覺得做得舒服 譬如說夫妻關係 我們可以說 我也想改善我們的關係 我有做錯地方請你原諒 你覺得我們有什麼可以做 用一個探討的方法 用一個問題的方法 怎樣去改善我們的溝通 我們的關係 或者我 譬如有一方 希望對方有反應的時候 可以這樣說 當我說一些東西給你聽的時候 我真的將心裡的說話說出來 如果你留意到我說的話 你回應 我會很開心的 用我很開心來鼓勵他 回應我們的說話 這就是律法 柔和的律法 不柔和又怎樣呢 跟你說話好像跟馮祥說話 說來說話都不聽我說 說完又忘記了 這個方法只有不好的後果 同樣在神裡面都是一樣的 神不是這樣說話 神是時時帶著應許的 就算耶穌指責門徒沒有信心 祂立刻就說 你有信心就有粒戒菜 總可以移生 所以耶穌也是告訴我們 祂的應許來鼓勵我們去遵從神 神的愛和喜悅是不同的 神愛世人 個個個都愛 就算希特拉他也愛的 祂也想救希特拉 不過希特拉拒絕神 喜悅就是凡是親近神 遵從神 侍奉神 信靠神的人 神喜悅的 我們是追求神的喜悅 而我們是必然有神的愛 不過呢 這個愛不是個個都經歷到的 所以在詩篇103篇那裡說 天離地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向敬慰祂的人 亦何等的大 即是祂的慈愛是很大的 但是是向甚麼人呢 向敬慰祂的人 天離地何等的高 祂的慈愛向敬慰祂的人 亦何等的大 就是當我們敬慰神 愛神的時候 那些愛就來到了 但是就算那個人不是聽話的時候 譬如很多人 譬如那個行淫時被捕的婦人 她一點都未是聽話的 但是她在那時候 她可能被捕的時候 她覺得錯了 耶穌看到她的心 那麼耶穌又射免她 即是神是主動去射免我們 而當這個婦人接納的時候 神是祝福她的 譬如這個薩蓋 薩蓋她只是好奇關於耶穌 她未是認識耶穌的 不過她聽到耶穌的話 她的心是一種接受的心 那麼耶穌就說 我今天和你去你家裡 那麼這個就是 神是一種很想將恩典給我們 祂是愛我們先 而當薩蓋接納的時候 神的喜悅就臨到祂身上 即是當我們聽話 神的喜悅就來到我們身上 四種親近神的討告 大家記不記得 恩典的討告 希望大家記實和容藝 宣告神愛我 神祝福我 神和我一起 神陪伴我 神喜悅我 我親近祂 第二是甚麼祈禱 敬拜的討告 就是我們由人向神 我感謝你 我愛你 我歡喜你 我依靠你 我拉住你 我捱住你 我歡喜你 第三是甚麼 互動 我一親近神 神就歡喜了 神一定親近我的 神一定回應 第三是毀生 就是我願意 我真是把生命給耶穌 讓耶穌使用我的生命 神是帶領我在末後的日子 這個世界只有這麼短的時間 但我真的覺得耶穌回來的時間 應該不會過了2100年 不會過了2100年 因為真是80年 這個 global warming 是會離… 就是2100年的時候 這個世界已經很離譜 很大可能未到那時 可能到2050、2060 這個世界已經很難承受 所以很大可能 在那時 這個大災難 是會出現的 既然這樣的時候 神啊 你使用我 你帶領我 我怎樣去 為你發揮我的生命 這就是毀生的祈禱 好了 由心靈祈禱 記不記得 我們魂有包括甚麼 思想、意志、感情 整個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第二 意志 我全心聽了神話 我決意跟了神 然後呢 感情 建立和神 歡喜神的心 好喜悅神 喜歡神 當你喜歡神 你已經很容易去到 進入享受神的狀態 即是 得力 能夠更容易被聖靈充滿 當你時時都 跟神有深厚的感情 喜歡神、歡喜神 你就容易保持聖靈充滿 OK 為甚麼要重複呢 因為這些都是重要的 我簡化可能大家會記得多些 有問題想問嗎 關於上面那些 這個沒用 OK 這也是屬於第一個要點 就是在不同程度進入神的愛 第一是知道神的愛 很多人知道 然後相信 知道不一定會相信 很多教徒不相信 有甚麼困難就不相信 第三 在甚麼環境都堅信神的愛 這件事不是那麼多人做得到 就算自己有癌症 我仍然相信神愛我 神會祝福我 神會紀念我 即是在心裏無論甚麼事發生 我都知道神一定是 善待親近祂的人 第四 在親近神和生活中 經歷神的愛 就是在親近神祈禱時 以及在生活中 神如何幫助我 我經歷到神的愛 第五是享受神的愛 在祈禱時 多謝天父 很平安、很慶省、很舒服 我們享受神 多謝主 我可以享受你的同在 享受和神在一起 亦都是以神為樂 然後被神的愛激勵 即是不同的層次 被神的愛激勵 大家記不記得我上次說到 在甚麼地方看到神的愛 從創造萬物看到神的愛 食物 我們的身體奇妙 第二 從聖經 從耶穌的救贖 在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可以經歷神的愛 以及在我們生活中 在生命的帶領中 可以經歷神的愛 那些就是說到 如何經歷到神的愛 這些就是如何進入神的愛 如何進入神的愛 好 上面所說的是第一點 第一要點 第一要點是最長的 其實不是的 第七、八點都是很長的 第七點是很長的 因為說到處理生命很多不同的事 現在第二點是神祝福 以及供應愛祂的人 請到處理生命很多 好像是永遠無郎 你呢 這個方面是最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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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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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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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